这条题目就要我们找到上面这一条方程 如果满足,例如两个根都是负数的条件之下 K的取值范围是什么 第一件事我们要研究K的取值范围 当然就要看一看这条题目 这条题目讲到有两个根 第一件事要处理的就是x平方前面这个系数 也就是K 有两个根就是二次方程 所以我们得出K的第一条件就是K不能够等于0 然后讲到有两个根就是代表判别式需要大或等于0 然后又是这个条件 两个根都是负数的情况之下 那么两根的黄加在一起呢 当然这个东西是少于0 然后两个根都是负数的话 那么两根积呢 就会负负得正 就会变成正数的 所以两根积就会大于0 那么我们结合这四个条件呢 那就可以做一些东西了 那么我们尝试带一些数下去吧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找到K的取值范围是什么 那么第一个牵扯我们已经有了 那么这个东西就会直接带来K对于0 那么这个判别式大于或者等于0 那么判别式就是B平方减4AC 就是2K减3这个东西的平方 减4AC 这个东西需要大或等于0 那么这个东西需要小于0 然后就是两根积了 K减10 overK 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大于0的 那么然后我们再经过整理一下这四条式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缩窄一些范围了 那么我们最终就会有第一个K 就不等于0 这个呢 再整理一下它呢 我们会得出K 就要大个或者等于-9 over 28 然后呢 这个呢 你可以两边都乘以K的平方 就变成一个二次方程 那么然后把这个符号 踢了过去呢 那么这个变成大于 那么对于二次方程的不等式呢 那么一个大于就会开两边的 那么所以我们还有K 它取色范围呢 就变成了开两边了 K大个3 over 2 那么又或者 K少于0的 然后我们又有K 大个10 或者K少于0的 那么由于在同一条式里面 那么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这样 在同一条式满足这一个条件之下 所以我们要找K的取值范围呢 所以我们要找K的取值范围呢 就需要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 那么我们结合了这四个条件呢 我们就会得出K呢 它需要大个或者等于-9 over 28 就是说这个K是小于0的 又或者K需要大于10了 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这一条式里面 两个根都是负数的话 K的取值范围呢 那么这个题目的第二个部分呢 就讲到如果上面这条方程 那么要满足这两个根呢 一个数是正数 一个数是负数的话 那么K的取值范围又会是什么呢 那么首先讲到这个是两个根 两个根就是需要二次方程 那么跟上一个回合一样 那么这一个K呢 不等于0的这个条件呢 在这里都照样apply到的 然后呢 我们讨论完关于K不等于0之后呢 第二样东西就是讨论关于这个配别式 那么今次这个Determinant呢 那么它就只可以大于0 那么为什么这个Determinant不可以等于0呢 那么我们讲过Determinant等于0的情况 那就是说它有重根 简单来讲也就是这两个根呢 那么这两个解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但是呢 今次这个题目呢 就讲到这两个根呢 一个数是正数 那么一个数呢 是负数哦 那么任意你选两个 一个是正数 一个是负数 我给你任意地选呢 那么你选的都找不到这两个数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Determinant 自然就不会等于0了 那么所以我们今次这个判别式呢 就只会是大于0的 那么讨论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剩下的就只有这个韦达定理可以说了 那韦达定理在说两根和 X1加X2 和两根积的X1乘以X2 那么我们先讨论了两根积先啦 那么我们知道两根一个数是正数 一个数是负数 那么两根积两个数乘在一起 就是这个当然是小于0啦 而至于两根和 那么这次两根和呢 就卡住了一点 那么因为我们今次的议支条件呢 他只是说说 他两个数一个正一个负 但是他没有说到呢 究竟哪一个数的绝对值是大一点的 那么我又不知道哪个数 我不知道正那个绝对值大一点 还是负的绝对值大一点的 那么于是者呢 如果我们要compute这两个数 加起来呢 那么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两根和呢 得出来的结果是大于0 等于0 还是小于0 那么这三者其实都有可能的 那么于是者呢 那么这一个条件 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就不适用了 那么所以呢 我们今次就只有这三个条件来解题而已 那么这三个条件 转化6K来做表达的话呢 那么我们第一个就当然有这个K 不等于0 那么这个判跌式解释出来的K呢 那么都同样可以apply的 我们上次就说过 这个解释出来的K呢 就是大个或者等于-9 over 28 那么但是 由于之前解释过这个不等于 那么今次这个K呢 同样apply在这里 K呢 就绝对大个-9 over 28 然后我们讨论到 关于两根绩了 那么我们上一个回合呢 那么我们上一个回合就说到 两根绩是大于0的 x1 x2 x2 而这个东西大于0 所以我们得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K最后是大于10 又或者这个K是小于0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上一个回合得出来的结果 那么今次呢 就是两根绩少于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条 两根绩绩绩 解释完出来呢 那么它就是一条二次方程 那就是一条二次的不等式 那么二次不等式 在大于0的情况 我们就看到它开了两边 这个解释 那么小于0的情况呢 那么这两点其实是不动的 那么只不过今次就 K就夹在这两点中间 那么取值范围就是这两点中间的任何速度都可以的 那么所以今次呢 K解释出来呢 这两点照样用回 K就介乎在这两点中间的 那么所以呢 就是K介乎在0和10中间了 那么然后呢 我们就要找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的K是什么 那么首先K不等于0 那么如果我们看下面这个条件的话 K不等于0是合理的 那么K是要大于某一个负数 那么K实际的取值范围就是一个0 和正10的中间 那么当然又满足第二个条件了 那么所以满足这三个条件的K呢 的取值范围就是K介乎在0和10的中间了 这个就是这一条问题第二个部分的答案了 好 感谢观看